在我们的应用的后端有一个媒体库的功能 里面会存储用户上传的一些媒体文件 下面我们会在小程序里面去添加一个上传媒体文件的功能 先了解一下后端媒体文件的这个接口 还有去设计一下上传媒体文件的视图 用户可以上传从手机相册里面选择的图片 或者直接用手机拍的照片 在上传媒体文件的视图的上面可以去预览选择的图片 也可以删除掉已经上传的图片 在这个创作一面上上传的图片 会作为文章内容的封面图片显示在内容的一面上